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繼續是要財政券的事務總監 郭獅子、郭Sir 郭Sir 你好 剛才跟大家跟進了A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這次也看看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見到今天港股是高開之後所回軟 高開97點 在23,023點開市 但現在升勢稍微收窄了 現在升32點 做22,974點 升幅是0.13% 國企指數升31點 做10,114點 大市成交是279億 期指方面都是升30點 22,982點 高水8點 成交方面不超過25,000張 今天港股好像是向上 但動力不足 應該怎樣看港股方面的情況 見到金沙 很多股方面都有下跌的情況 對於恒指方面的貢獻 應該怎樣看 郭Sir 整個市今天踏入了一個 今個月期指轉倉的高峰日 即是說今天和明天 期指轉倉和期指結算相關的活動 會主導整個大局 其實都不需要到今天了 其實近期 這幾星期都看到 市是一直咬著23,000點 即是說是一直迫緊淡友的 可能去到星期五 場外衍生公會結算人 市況都是咬著高台 當然以現在的成交金額 四百多億五百億 其實不足以爆發新一輪的聲浪 只是說 沽額比較少 只要有少許賣盤 放在匯控 中移動 騰訊 中行 公行 建行 這幾個股份身上 整個市況 已經可以在22,900這個平台 是橫行等變的了 但有一個技術上的走勢 大家要留意 就是10天平均移動線 現在他們的現值 是100點都不到 即是說 只要市稍微跌100點或多些 已經有機會跌穿10天的平均移動線 一旦10天的失守 也都意味著 整個逐沉頂的形態 將會轉移為反覆待變 現在這一刻 三上三落也好 兩上兩落也好 顯示到大市仍處於一個波幅性的上落當中 在期間來說 整個市是屬於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的格局 短期來說 第一個目標 當然是 4月10日的高位 23,225點 但更關鍵的就是這個 這是今年1月2日的高位 23,469點 這也是2014年 暫時全年的高位 實際上2014年的股市 是由23469 這個水平 跌到21,138點 跌了2331點 當然 3月20日的低位 21,138點 會不會是全年的低位 現在這一分鐘 暫時來說 當然是 但是往後會不會有低點的指數 不知道 因為 5月份 在五窮之下 市升了 1,407點 但6月份到底是怎樣行 沒有人知道 以現在的成交金額 這麼稀疏來說 6月份再升1400的機會 完全沒有 我覺得是比較微 事實上 23,000點 正在阻礙水平 過度到6月份 在6月份的市 只要升1,000多點 已經走上24,000 跌回 跌1,000多點 就跌回到22,000多 到底 是走上去還是走上去 現在這一分鐘 是未能知得那麼清楚 但有一件事看到的 就是成交金額 一般來說 一個升市或者一個 向上沉高位的升勢 應該有成交金額支持 這就是資金入市的態度 如果你成交金額那麼稀疏 可以解讀為 沽額不是那麼大 但同時也可以演繹為 買盤根本上的態度很保守 換句話 這兩天 一直在23,000左右的水平 只是為了期止轉倉 以及結算相關的活動 持續地在做事 一過了這個期止結算之後 可能大市 又要找另一個階段的波幅 到底 進一步向上升1,000 還是跌500再升1,000 還是回頭跌1,000 暫時來說不知 但一般來說 6月份的市 是會比較靜的 所謂五窮六絕 加上今年6月份 有401度的世界杯 由13號開始開波 香港 即是巴西的賽事 在香港時間是12點 3點 4點 和6點 而最好看的兩場應該是4點和6點 即是 如果 是好波之人 他真的要看的話 很可能 早一個階段就先睡覺 然後3點半起床就看波 或者 甚至乎 看完全日波 越傳萬日波 如果看完之後 以後 你怎麼可能 有精神有時間 去看股市 所以 在每年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期間 環球的金融市場 股市等等 都是比較淡靜的 這真是假釋得到的 在這麼淡靜的市況當中 如果傳統來說 小小賣盤 可以升得很厲害 但一樣 小小沽盤 它一樣有明顯的跌幅 不過 如果你說現在這個市 升1000 就有技術上的突破 跌1000 只不過是波浮市 升跌的機會 是一半一半 我覺得 6月份的市 是有條件 輕輕再做好一點 但這個輕輕再做好一點 都要看A股 看內地的政策 而定 因為現在 港股的 升和跌 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A股 或者受到內地的 政策所主導 如果你說跟外圍 美股已經去到16736點 創了歷史新高 新高然後新高 為甚麼港股仍然在23000 22000 這裏培回 很明顯 就受到A股所影響 整個5月份 已經剩下 只有兩天 如果不計今日在內 我相信 大的變化都沒有 在這兩天 市仍然咬著高台 但我們要留意 10天平均移動線 10天線現在升到22822點 距離的延至 其實是 80點 即是 大市 輕輕跌一跌 或者轉身稍微比較大 已經可以出現一個跌破信號 任何跌破 都代表市 又會再反覆 至於21138點 3月20日的低位 會不會是2014年 暫時全年的低位 直到現在這分鐘 你可以說 只要指數一路不跌穿50天線 這是全年的低位 但未來一段時間 如果指數 真的不幸地 再跌穿50天線 若市低位形態又會再出現 都其是 很可能 或者是 在這個 技術上的回吐之下 市又會找另一個低位 都不頂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21138也好 或者低一點也好 如果市真是很不幸跌到水平的話 我都是建議買入 因為 互聯互通 和新國9條 這個本身就是 中期後市 或者有利中期後市的發展 但是短期 一個月升 或者一個月跌 這個波幅性的話 就不關政策事 純粹是衍生工具去主導 股市暫時來說 都是比較低迷 好像今天 全日高低的波幅 只有幾十點 事實上昨天都是 很小的幅度 即是說 在這麼小的波幅上落 省戶我不管你買好 沽好 拿好 放好 你都是轉不到身 所以牛洪正的交投 都還是比較少 而正股更加不用說 但在這麼淡定當中 市場都有些股份 是出現一個技術上的 一個炒賣 例如一些博彩股 網上博彩相關的股份 曾經略為好一點 但澳門博彩股 因為 金沙有股東配售 和 政策的下行 令到博彩業的前景 的確 蒙受了 不明朗的一個陰影 所以 這個板塊我看 短期後市 都會比較反覆 至於零售業 其實港府如果真的要 減少自由行動 很可能 整個零售的板塊 都會受到衝擊 零售受到衝擊 不只是 珠寶金色 或者是 賣手袋 包括 餐飲 大家樂 大快活 甚至沒有上市的 太興 都會受影響 而的士 或者其他相關的業務 都一樣會受到 影響 不過 直接能夠 避免這個情況出現 當然是最好 但如果 不能夠 最終零售業 雖然相關股價 已經跌了很多 但 中期的走勢 仍然是偏淡 尤其是 面對 內地的消費者 的消費模式 有所改變 所以 不要一面見到 相關的股份跌下來 便宜 貪便宜 因為 更低的股價 可能還在後面 大家要留意 郭Sir在講廣告分析的時候 看到廣告的升幅 一度擴大 這一刻 是升110點 升幅來講 是0.5% 現在正在23061點 國企指數升多了 升81點 正在10164點 大致成交304億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國水留守 就會是問答環節 如果大家有股票問題 想問國水 爭取時間 打來給我們 204 6566 只要電郵地址 ask dschannel.com 稍後再談